2014年 3月8日 马来西亚航空马航370 离奇凶难世纪大灾难之后的4个月 7月17日 2014年 另一班马来西亚航空客机 马航17 由荷兰阿姆斯特丹 飞去马来西亚的吉隆坡途中 经过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交界边境的时候 被一个地对空的飞弹击落 全机乘客连机组人员283人 即时离难 在这件空眼里面 美国和德国的情报 都显示 这个地对空飞弹 是由一个亲俄罗斯的叛逆组织 一个叛离派的组织 射出的 但是俄罗斯政府 他们就有另一个说法 就是说这个地对空飞弹 是由乌克兰政府射出 是属于一个东乌克兰的组织 射出去的 这一宗空弹 直至到现在 都是一个罗生门 这一宗空弹 但当时有一个阴谋论 就是因为飞机里面 这个马航17 飞机里面的283个乘客里面 其中有好几人 就是这个爱之病 爱之病的研究员 即是爱之病的研究员的权威 可以这么说 就在这一班客机里面 还有他们当时 由阿姆斯特丹去吉隆坡 是在参加这个爱之病的研讨会 当时这个阴谋论 就是说到有一个组织 叫做新世界秩序 是这个组织 击落这一班客机的 他们的目的是想怎样呢 他们的目的是 新世界秩序 鼓吹世界上的人口 是要减半的 是他们觉得世界上太多人口过剩 资源不足 他们鼓吹要杀人 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 就是不希望这一班爱之病专家 可以研究到 一些爱之病的药或者疫苗 而救到人 所以他们希望爱之病 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一次行动 至于这个神秘组织 新世界秩序 我会在下一集再跟大家探讨 这一个特别的组织 至于另一个说法 就是说这个 马航17的客机 和马航370 即是说马航17凶烂之前四个月发生的另一单凶烂 马航370 是同一班客机 那为什么要搞到两班客机呢 这个说法就是这样 就是由这个亲俄国的叛逆组织流出 他们说 他们发现当这个机坠落在 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边境那里 他们发现里面那些尸体 已经是死了很多日 以及已经是僵硬了 但是他们那些passport 和证件 和那些 他们的行李 就是新挖挖 即是他们觉得 美国政府CIA 故意将马航370的凶烂死者 即是在Diego Garcia 这个美军基地 当时 聚机这些凶烂死者 就安放在马航17 兼格给他们另外一个身份 兼格装了一大批炸药 等一架飞机去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边界的时候 引爆 目的就是想一石二了 一 就是想解释施骸问题 二 就是想引发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争端 这个说法就是亲俄国的分离组织所说的 这件事事隔几个月之后 所谓详细的调查报告都出了来 他们基本上就同意 这个马航17就是意外地被一个地对空的导弹击落 还有他们有证据 就证明 马航17里面的乘客 就的确是马航17里面的乘客 因为有这个家属去到这个脸房 就认到他的亲人 就是这样的 那并不是由俄罗斯所说的 马航360里面的死难者 是 官字两个口 官有官说法 这些详细调查报告 也有很多官刊 他们当然要被公众一个交代 但是究竟事实的真相是否这样 而究竟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接二连三发生这些空难 是否这家公司或者这个国家被咀嚼呢 还是正如俄罗斯所说 是美国的情报组织背后插横一切呢 而究竟这一个是否真的事实的真相呢 就经营了